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物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台湾民政府的大家长林志生秘书长 各位同心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这一刻要说一个故事给您听 因为您来设计法律 您一定感觉很奇怪 台湾的地位到底有什么东西 说整部 国民董在台湾六十九年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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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 每天你看报警 哪里不这样 哪里不这样 哪里哪里有一台台湾 台湾现在现出有三个论率 一台说台湾是中国的 一台说台湾要动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台湾是上日本天空 但是美国君主政府那么厉害 所以先说个事给您听 1941年12月初一倍 美国和日本天皇战争 刚开始的时候 日本是很厉害的 美国叫我打个蜜蜜蜜蜜 但是 经过两年以后 日本的主人在赵 美国是务大力薄的国家 所以当他军甘的飞机去日本 渣渣的以后 他开始飞向他的武力 但是这个建政的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在1945年的四月之日 这一天的日子就是 台湾这个土地出事了 日本天皇生的一个女孩 在那里的北海道 本州 九国 四国 和琉球 以后 一九十五年四月之日 生了一个新的孝生 这个孝生的名字叫做台湾 现在生出来以后 到八月十五 美国在日本 等了两业冠主团 日本天皇算不说我导航 导航以后 美国来占领 占领台湾 占领台湾以后 日本天皇受胸了嘛 所以 平安望的 回到日本 疗伤 因为建政的关系 让日本受胸很重 所以他回到日本 将他自己受胸的辛苦 来保佑和好 在这个时候 日本当然也没法去照顾 他的好生的台湾 他要怎么照顾 他自己本身 顾他自己就来不及了 这个台湾 美国来占领的时候 他美国自己本身 没有来照顾这个台湾 美国就像台湾一个小孩的养父 他是这样子 但是他替台湾赚一个保姆 他第一次赚的保姆是什么 酒介酒 这个酒介酒 看这个台湾这么赞 想要从台湾 变到自己的小孩 你想想看 酒介酒要从台湾 变到自己的小孩 你看有可能吗 他是算是一堆养母而已 对不对 美国拜託他来照顾的 这个土地晚上是他的 所以台湾好像是 他的小孩 他最想要从台湾变成他的 台湾开始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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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交税金啦 做兵啦 哇 这个保姆一天 差不多每四年要玩一次 另外是酒介酒 再过 人家干 再过 蒋经过 再过 李丁飞 再过 炭水米 再过 一会儿 也可以喝酒 现在真有可能 他还不知道 就是 保姆一天一天才不去玩 每一个保姆都想说台湾变成他的 你想看看 如果这个小孩是你的 你请保姆来照顾 那有可能 因为保姆给你照顾 小孩就变成你的 那有可能 你是有可能 英文也不可能 他又没有系统 他怎么会有可能 所以台湾这个土地的经营 差不多就是这种的经营 日本虽然很爱 很孝顺 但是他 建政以后失败 他要先疗伤 要自己要依自己 所以这两年 日本的国会安倍进山 开始 要修改憲法 就是想要让台湾 这个小孩 带着回去 这个经过台湾 这个小孩的经营 台湾人从来就不知道 台湾人都一直想说 就是那个养母 就是说那个养母 就是 我们的老母 我们的老婆 其实不是 养父 这个养母 他想要 顾这个小孩 他有目的 他目的想说 从这个小孩 变成他自己 但是这个小孩会大善 大善 他的特殊 他会抹国际法 这个国际法 就是台湾民政府 现主席发现的事情 所以台湾民政府发现以后 2,000 控6年 10个日子 我们就去顾美国 跟美国说 你要出来 你要跟他说清楚 到底台湾这个小孩 是不是你的 不然是怎么 你控制台湾 控制这些严 5月20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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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华民国 总统选你 他要召集 就要去给你报告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就不会 务去 中华民国 台湾人 你留钱 因为小孩现在大了 有那个经济的灵灵灵 大家都要在 台湾都要在 包括日本同样 都想要在 台湾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问题是问台湾 现在我问你 如果这个小孩大了 想要独立 要娶妇还是要嫁人 要独立 对吧 你想什么 可以吗 你总有 你也是孝孙有十五个小孩 你孝孙有十五个小孩 要嫁人还是要娶妇 要问你 要跟你问的举手 要的举手 要问你 你有孩子吗 有 你孩子要嫁妇 都不用跟你问 没关系 可以吗 我还跟你说 这件事 都不用受骗 你如果不知道你到底会受伤 你孩子很大 如果你要结婚你不用跟我说 所以你台湾要独立 美国跟你说不可以 不可以独立 独立代表战争 是美国要跟你打 我这样形容台湾的情形 你就很清楚了 所以不用感到怀疑 台湾民政府说 不能去选举 有我们的道理 你选举就是 你人当的 保姆 要做你的老婆 要做你的老婆 同样 害党去选举 选举就是 中华民国 选举的人 要在 中华民国宣伤 选举 你要选举 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体制内的改革 绝对不可能 你如果选举下去 台湾人 在后台 应该 无法脱离 中华民国 好不容易 台湾民政府 现在升起来 顾美国 美国意义跟你说五点 本土台湾人 没国籍 本土台湾人 没政府 本土台湾人 生活在政治的严格 升在美国 君子政府 担任台湾 要求美国的行政 台湾要帮忙台湾 就帮忙台湾民政府 现在开始 发这个新闻情给你们 你有新闻情吗 台湾民政府的吗 中华民国没有 要你办 很快会下来 这个新闻情 是怎样 电脑国跟你说 中华民国的 资料不好 中华民国的新闻情不好 你不相信 你拿去伺候吗 你出国去伺候就知道了 你从台湾的新闻情期 特国都可以 英联国都可以 你在初期的时候 港幅业领域给你们看 有吗 有吗 你都有法队 抗账材立委 在这孙 台湾民政府 发这个新闻情期 合法还是没有合法 来政部 说 不可能 大家都不承认 实际上联合国承认 所以 我们现主是 台湾民政府所走的路 所做的工作 坦白讲 因为要让这些台湾人 两千三百人 有一点难度 但是 再怎么困难 再有难度 我们也要做 不然 台湾人就没了 台湾民政府 是台湾人的最后的 一个希望 最后的一条 就是法律 让我们影响 幸福的最后的一条 就是 我们在 seinen厢队 最后的 为什么 动靠民国 司法单位 警察单位 调查单位 国安单位 都 不敢來找到我们的麻烦 悬源在 lugar 就是因为 我们就照国 Suffra 徒 促理 當然你如果第一次來聽這個台灣民政委的論述 有很多人簡直不敢相信 我可以讓你們知道 沒有很多媒體來訪問我們 我們跟那個媒體來講的時候 上台他也聽不懂 但是用我剛才講的那個故事 把他們說明 他們馬上就聽不懂了 為什麼說日本在1945年 四月初以將台灣生出來 因為日本天皇宣佈 民地憲法在台灣死亡 憲法在台灣死亡的意思就是什麼 萬國共和的規定 是日本的民地憲法 台灣人都變成日本天皇的住民 臣民 不是他的大臣就是他的子民 所以 你要知道 台灣不是日本的實民地 是日本的領土 沒有 這跟我們黨的副本不一樣 1945年 四月初以日本天皇實施憲法 這不是黑白說的 那個憲法給他們看一看 這個憲法 你有看 內閣 總理大臣 所謂大臣 都有簽名在那裡 所以這個命令 其實也不是說 1945年實施 就不太便 他在1937年 會四月初以 先讓我們台灣人 豐民法 我想你們也聽過了 就是說 叫鼓勵台灣人 賀一句 改姓名 農總跟那個 建政結束的時候 有改姓名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有的不用改 有的那個姓 日本人就是那個姓 你知道 日本時代 台灣人受教育 的程度 是差不多已經 達到百分之八十幾 會四百二 那個東西 中國來通知台灣的時候 他百二的 全中國不到百分之十 所以 他是一個很激文化的人 來通知台灣人 不過你台灣人 佛福嘛 但台灣人 但中國人 有一點很厲害 他會碰風 他會說白菜 你台灣人 會碰風 他會碰風 用那個碰風 的姿勢 所以你台灣人 我們是白不懂的 以後我們就是 都很內斂 內斂你聽到 你聽到意思嗎 就是說 台灣人都很破失 讓什麼人灌 讓什麼人灌 也一樣 要求這個 還是我們台灣人 還是說 讓什麼人灌 也一樣 讓台灣人灌 和中國人灌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看 人馬英雄 做總統的時候 他的部長 百分之七十 都是中國人 同樣的意思 為什麼這些官長都不敢說 因為 美國沒有說 現在美國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說 因為 美國人 要在我們的政府上 得到利益 現在 為什麼 台灣人 民政務 不敢說 因為我們告美國 所以 美國 讓我們告到 他沒辦法了 美國 我們現在告他 兩個 頭一次 是兩千空人 一十月之時 我們告 第二次是 兩千空十五年 九年的二月二月 這個二月二月 他告什麼 你無台無事 將我台灣人的 國際 變成中華民國際 這不對 對 要改過來 中華民國 的憲法 中華民國的台法官 他也有說 他也自己聲音 說 本來這些台灣人 都是日本的國際 所以 再來 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 最好 最法律 有法律 但是你要記得 我沒有叫你結婚 我沒有拿刀 拿槍 給你說 你去衝 有想要死 會怕手 沒有想要死 會怕手 對 這是這樣跟台灣人 沒有人要死 對不對 但是你台灣人就是這樣啊 現在台灣人有一種 你把那個政治 政治的勞 台灣人都要合作 台灣人怎麼沒有合作 台灣人很合作 你會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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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 就好了 第一 我們讀這個法律 有人會說 像現在大家去選議 有人會想說 我沒選了很多 我問你 你們憑良心 公別在八道天 我先說 你一年來 歷年的選議 我想到 紅包 成年 買票 吃頭的 油辣的 吃飯的 嚇手 你們沒有 你們真的肚子痛 我你們問 上課 都三分之一以上 你嚇手 只有你們這輩 可能你們的人員最壞 沒有人要請你 沒有人要跟你嚇一票 再一次 有的嚇手 有的嚇手 這樣而已 四個而已 真的都沒有人員 跟我差不多 我跟你說 我們阿姨以前 她也在人買票 拿人家跳 做人家跳 很生氣 每次到我家就跳過 我就去找我阿姨 你想看我沒去 人家就指定說 你們家不會 因為 算是 比較小的 本拖牌 她知道自己買也沒有 對不對 自己買 那錢 一個大陸法 開價 照相不會回家 但是我跟你說 民主選舉 會買票 那個就不叫民主 啦 台灣人 台灣人 就要到有一天 不買票的時候 才有資格選舉 你看美國 美國 有的人在買票 會笑 如果說 真的在美國 你說我的票 要賣 會方笑 真的會方笑 那些票 標示 你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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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點 我們大家要知道 現在高級班 要讓 James 徐格林 大山格林 老江蘇 好 但是 因為今天 這麼年輕 我想說 先給他照幾十分鐘 我先來講 這點 最好 一節的時候 我再來講 來大山格林 給你